你還像個Rocker 你們兩個多久了? 三個月了 小薇在笑 三個月 你們才認識三個月 對啊 那怎麼認識的? 有一天我在夜店 夜店 夜店然後呢 喝醉了 我不會喝醉 然後我看到Betty 但是她身邊有很多男人 所以 大家都看她的美麗繞著她的面 小樂 你有沒有覺得我很面熟啊 原來就是你一個胖子啊 這種姿勢都旁邊一定有的 對啊 怎麼辦呢? 你就注意到她了 而且我一個人來 所以我覺得我跑過去認識她很丟臉 尷尬 所以我覺得我需要用別的女生讓她嫉妒 你要用別的女生讓她嫉妒 所以我看到一個辣妹 我跟她一起跳舞 在她Betty的前面 然後一起跳舞 然後Betty看到我 然後我對她笑 但是她突然抓別的男生的手臂 然後我又有點生氣 所以我 她還生氣 你又沒有辦法那麼爛 我用面子丟她 她覺得很好 你的第二招就是用面子丟她 那全部的 然後 一把面子丟她 你還好碰到Betty啊 你丟我我拿酒瓶丟你 怎麼辦 她覺得很好玩 她大笑 然後她把面子丟回來 你丟她她在丟你 對啊 兩個人就開始丟面子 打情罵俏 這很好的方法 然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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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到她的身邊跟她說 你很不禮貌 好噁心喔 真的 對 而且用口氣就撒嬌 對 你很不禮貌喔 然後呢 你接受 可是你接受了 沒有就是那時候 我覺得怎麼會有人用這種方法 用錯招了嘛 然後我們聊天 可能兩個小時之後 我要拿她的電話號碼 但是 我 我忘記她的名字 她不是我的名字 你要到電話 可是沒有問她的名字 我不敢問她 你不敢問她 可能讓她生氣 我在我的手機裡面叫她面子 她的代號叫面子 所以她的可憐就打給面子 小樂很奇怪 她認為那個女生 願意把電話給她 可是不願意跟她講她的名字 對 而且是小樂的習慣 她在手機裡面還有一些什麼 馬桶 清潔劑 清潔劑 對 通通的代號 左邊有什麼 那個杯墊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有的女人 被她用清潔劑噴過 有的人 用馬桶上 有馬桶 謝謝 謝謝